就算我們是騙人也是的 是講到自己比較可憐 比如跟人說話 跟人做生意 張總 你當然簡單 好像我們這些公司仔 好像當天我們 連買車也很困難 全球是貧馬 誰誰我們才可以這樣 放到自己低一點 讓人覺得 很多錢 也很誠懇 防備心少了 用招數來騙人這些所謂的專業人士 第一 大家要聽我說 我講的 多數專業人士都是白癡的 真的 我班同學 最多就是會計師 有一個醫科醫生 幾個律師 坐過來 屌你媽媽的老闆 萬人道 我屌你媽媽的生意 通常他們講完兩句話 我已經講到下面七句 他們還沒接到上來 屌你媽媽的生意 不要怪你做醫生 不要怪你做律師 原來你這麼賊 就要屌糕他們的 為甚麼呢 他們通常在香港是記性很好 例如做醫生 記性很好 死讀書好厲害 尤其是以為自己能吃得住 那兩節我們講的 以為自己能吃得住 結果好難嚴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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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似乎很多其他人不新歷練 反而沒有 那就中了些雞